第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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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Kopa! 今天為你帶來的是李鮑爾的介紹 這是一張月底限定卡 但是我給的標題是 潛能實在給太少了 身為月底限定,只給三項潛能 全滿是五項潛能 給的算是非常的不慷慨啦 我們趕快來看看內容 首先就是它的評色 這張卡色門非常的厲害 我們來看他平射、對決、接球跟擊球 我放的就是比較好的守門員 當然也是大家目前場上看得到的 我們先來看禮包爾540 這是一個組合必殺技 跟下面這一位大空翼 大空翼的560也是組合必殺技 我們來看一下禮包爾最高可以來到 面對速屬性60.9 面對隸屬跟技屬則是58.2 大空翼其實也就0,000點 61.5、59.1 差了6,000左右 59.1這個是差了9,000 所以說這張禮包爾的射門就是 僅次於大空翼啦 我這樣子比較 那他也就是目前的天下第二人 我們來看他面對右邊 右邊的這個對決結果 基本上兩位都是全部圈 都是全部圈 也就是說禮包爾跟大空翼在最強的狀態 面對右邊 這幾位的最強狀態都是可以贏的 比如說技屬性對決若靈原山 你可以看到即便他是海外 即便他是平色 若靈原山來到55萬 他仍然有58.2 體力40% 加上鼓舞 因為這張是大敵當前 然後呢 鼓舞前鋒跟O&F 5% 我是把這個都納進來了 那假設體力80% 即便有鼓舞 54.7 都還沒有辦法進若靈原山 所以只是最強狀態 56.4沒有鼓舞 代表什麼 還沒有對決獲勝 沒有任何鼓舞的情況下 56.4 其實也能進若靈原山 所以這張卡算是 消耗體力之後啦 消耗體力之後 體力40%算是可以 面對這些守門員他都是不怕的 剛好這張 李包爾沒有所謂的盤球距離加倍 或者是三角短短距離加成 所以消耗一些體力 讓他進入境區之後 會得到比較強的射門數據 那也能夠面對這些守門員 都能夠進球 我們來看看面對 素屬性的升級友山 哇!技屬克素屬60.9 領先非常多 然後是球團克星 這個是隸屬性 他是屬性烈士 技屬對隸屬 結果他還是能進球 然後就是 巴卡斯 以及上一代的洛林原山 你可以看到數據都已經領先蠻多的 那這兩位呢 其實你看沒有到是50萬 大概之後也不值得再做比較了 不過最後還是給你看一下 新一代的守門員 就是要50萬以上 那舊的就是50萬以下 這是一個分水嶺 下面參考的大空益 我就不再講了 因為之前在大空益的影片 已經都講過了 基本上他也都是可以獲勝的 除了他面對 升級友山稍微比較困難 稍微比較困難 因為你可以注意到 他這個59.1 是要在體力80%以上 再往下 其實他離58就越來越近 就不是那麼容易進球了 那其他則是戳戳有餘 體力下降也都可以贏 我們來看一下 李鮑爾的各項數據的對決 盤球、傳球、三角短傳、鏟球、斷球都要看 因為他的數據分配很好 每一項都很強 我們來看他的盤球 面對這個數屬性39.9 那面對沒有屬性的是37.9 即便在最強的狀態 右邊這四位防守球員 不管是DNF還是DF 基本上都是綠色 他們數據都遙遙領先李鮑爾 而且沒有問題 即便是最差的狀態也都可以 在猜對的情況下 猜對的情況下 李鮑爾的盤球是毫無機會 那我們來看一下傳球 這個500的必殺技威力 是這次新代的 這個新的必殺技喔 那這麼強的500的威力 好像很厲害對不對 其實你看右邊 面對數數43.3 面對力數技數41.2 已經是所有球員裡面最好的 但是你看一下右邊 都是49、50、51、52 41、43.3 在這些防守球員面前 根本就是小菜一疊啦 完全沒有機會 是 雖然是這樣來講 被猜對的情況下 彈球、傳球 基本上大概都很難獲勝 這是指最好的防守球員 當然你如果要對前鋒 OMF 那這張李鮑爾還有霸凌的可能 但是面對這些真的很難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三角短傳 因為必殺技威力低 所以數據也比傳球低 那當然右邊的防守球員應該都沒問題 那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因為傳球跟三角短傳 面對的都是斷球 所以這裡這八位 就是我排出來前幾名 都是前幾名 不能講完全前八名 因為中間有一些卡 面對李鮑爾這個屬性 或者說可能不是 比如說奧維蘭是日本克星 他可能斷球數據可能排在這八位之內 但是呢在這裡就不會出現 因為李鮑爾不是日本嘛 所以在不同的條件下 這個有的球員數據就會掉到後面 有的球員數據就會拉到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第八位的奎心五 那這個是渾身一級 他的44.5是可以贏42.5 44.5可以贏42.5 但是呢他掉到38.2的時候 就贏不了39.9 就是最差喔 李鮑爾39.9還是可以 就是所謂的霸凌這個奎心五的斷球 其他的呢 你可以看到都是綠色 代表這些真正的DFDNF 不像這個奎心五是OMF兼DNF 單純的防守球員要斷一下 李鮑爾的傳球或三角短傳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接著來看鏟球 跟斷球 李鮑爾的防守技能 那果然的確沒有辦法 防守到最強的這幾位喔 比如說鏟球吧 面對這個大敵當前的哲田萌 他沒有辦法保證獲勝 但是他還沒有到不行喔 你看技術對力術 技術對力術是40.7萬最強 其實是贏過 這一個哲田萌的38.4萬 所以哲田萌最強狀態 43.5當然是很厲害啦 這個李鮑爾是不可能的 但是38.4其實是有40.7的 接著我們來看素屬性的 納德雷莎 他是全力釋放有加成 那素屬性 那我們來看他40萬 是贏李鮑爾最弱狀態39.9 但是37.5萬 也就是沒有全力釋放的時候 然後其實李鮑爾最弱的39.9還贏了 所以其實李鮑爾39.9也只輸40一點點啦 基本上這納德雷莎 要過李鮑爾的慘球 真的是蠻危險的喔 39.940恐怕真的沒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白色就代表可能贏可能輸 大恐也是一樣 隸屬性 對決這個慘球 盤對慘 40.1 竭盡全力喔 是贏38.2 但是37.6呢 則是輸38.2 接著我們來看最後一位是 米鮑爾 這個是中場大師 中場區域有加成 這個是基礎性 最高的盤球來到38萬 其實你可以注意到38是他最強狀態 他還輸李鮑爾的最弱 38.2 38.2 最後我們來看他的斷球 面對大空益 大空益完全沒問題 47.7 可以贏44.2 最強狀態 然後呢他面對他自己 那當然防守 果然還是強過 這個傳球你可以看到 傳球41.2 大敵當前41.2 那面對這一個是 41.5 最弱喔 41.5其實還贏41.2 你就知道斷球真的是超過 包括拆對啦 因為拆對 所以真的超過這個 傳球或三角短傳蠻多的 然後就是賈太郎 跟納德雷莎 那這兩張卡 基本上都沒有辦法過李鮑爾 只要李鮑爾拆對 那他們不管是傳球還是三角短傳 都一樣 都過不了李鮑爾 接著我們來看球員分析 我們先從他的優勢來看 他是隊伍技28% 現在都出給月底限定或月中限定 然後他的被動非常的差 你看 月底限定 然後遊戲歸類為C 很差的等級 SABC 就是大敵當前加10%能力 加的又少 然後又屬於大敵當前 我們來看一下他這次自帶兩個新的技能 一個是技術性腳跟傳球 必殺技威力500 以及斷球 英式倒掛金鉤 威力490% 都非常的優異 比他舊的都提升滿多的 體現出來我們看一下 他的平射是第二名 低空第三名 高空第二名 然後他的盤球有第10名 傳球有第一名 三角短傳有第三名 你看他的攻擊排序非常的前面 除了這個盤球 所以說實在話 475的V3D威力 還有機會進步 比如說500 520 他的盤球又可以再往上提升 不過剛才前面也提過了 攻擊的盤傳三角 面對這個防守 目前還是比較偏弱的 接著我們來看他 鏟球24跟斷球13都擺在優勢表 是甚麼 就是這張卡 他的防守也很好 畢竟是個戰力 數一數二的頂級球員 所以能夠分配到防守 通常如果戰力不夠高 那只能分配到攻擊 或者分配到防守 就是兩者 只能取一個 那他則是攻擊加防守 都足夠分配 因為數據真的給了很多 133 904 超級限4次 148 304 哇來到非常可怕的 快要15萬了 你能想像嗎 當KOBA開始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5萬就已經是月底限定球員了 他已經來到3倍 15萬 很誇張 接著我們來看外部機會 首先是這個鼓舞 那取得對決勝利 或是我幫FW跟OMF 在下次選擇指令的時候 你只加5% 那我要特別提醒各位就是 雖然我擺在外部機會 但這個OMF包含他自己 所以他取得對決勝利 他自己下一次也可以加5% 所以其實也能算他是個人的優勢 不過呢 他可以影響其他人比較多 所以我擺在機會 就是外部 畢竟你的FW加OMF 大概能夠到4位5位 都有可能 甚至還可以6位 比如說3142的陣型 那他的確能夠幫助其他的 3到5位的球員 所以我擺在影響 就是外部的影響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他本身 兩項必殺技封印無效化 以及還有一個就是熱線 就是我幫FW跟OMF 接到禮包的傳球之後 下次選擇指令的時候能力值 可以加5% 那熱線跟鼓舞不同 熱線就是傳給別人 就是你在近區自己點高空低空 他不會加5% 字典是不會的 也包含你在地圖上自己往前方傳 或往側邊傳 然後自己再去檢球 這些都無法促成 達成這個熱線的條件 那外部機會還有就是巴西跟北中南美的加成 我們接下來看他的劣勢 蠻多的 首先他沒有自動攔截 他的最強射門需要大工藝 而且需要傳授 因為這張卡沒有給你射門 然後他就是一張靠猜拳的卡 因為數據高 然後他是封印無效 不是封印別人 所以他只能靠猜拳 最後就是沒有距離加成 沒有距離加成 OMF要近近區 就是最容易的是三角斷傳 因為三角斷傳移動的距離比較長 比盤球還多 然後他的三角斷傳 的確數據也很高 來到第三名 那我們接下來看他外部威脅 只剩下一項就是地圖傳 因為他沒有自動攔截 這張卡封印無效兩項 所以也不用怕封印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必殺技組合很容易 畢竟封印無效兩項 其實就是各項技能各帶一個 那最後一項呢 你想要帶高空低空就隨便 最後我們來看抽卡建議 Kopa給的抽卡建議是 單圈可以擁有到雙圈建議擁有之間 不是完全屬於建議擁有 也不是只有子餘 單圈可以擁有 就在兩者之間 我們來看一下 從數據方面我們來看 戰力就是第一了 那攻防呢 都很優異 因為分配得好 如果擋球分配很多 那當然他一定會 在攻或防 有一項會特別差 還好他的擋球分配很少 然後就是生態 目前的OMF非常的擁擠 這張卡只能站位OMF 那我是覺得可能沒有他的位置 然後就是北中南美的WiFi也比較少 這在這個歐洲加成跟日本加成 目前動輒15 你會覺得北中南美大概就是10、11 真的是比較少 比較少 然後呢就是特殊四項沒有 最後就是其他防風印兩項 但是沒有自動攔截 優點當然不少 但缺點其實剛才在這個 他個人的劣勢我也說明了 這張卡不是完全不能用 但是就是進進去比較麻煩 那比如說拿來做組織的話 說實在的話 目前的主要得分手就只有 納德雷莎是靠高空 就納德雷莎 那這張卡你拿來做傳球給納德雷莎 當然是很好 但是你有沒有機會傳 這也是你要注意的 萬一你沒機會傳 比如說對手都選擇斷球 就得靠盤球 然後做地圖傳了 那地圖傳 釣球的機率當然也就比較高了 不能保證一定讓納德雷莎接到 但中間會不會有自動攔截呢 也是你要考量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針對 李鮑爾的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